哈喽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来和你们聊一聊我这一次回学校带的一些行李 那这一次回学校就是我的大四毕业了 我要回去准备毕业答辩 然后我就要成为一个社会人了 那这一次回学校呢我会待20天左右 那我这次带的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行李吧 那就来跟你们聊一聊我都带了些什么 那我们先来说这一边 那首先就是我的一台电脑 然后我的电脑这个有安保护壳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必要的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个视频讲过我的电脑 包括我电脑上面的一些软件 那下面的这一袋呢全部都是我的这个衣服 但是衣服我就不展示给你们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夏天出行还蛮方便的 就是衣服啊什么的都很轻 然后这个袋子呢我之前也和大家讲过 这个是杜邦纸就是那种防水的 它的外号叫做丝不烂纸 然后你可能去揉令它都OK 它不会被撕破 我觉得它的颜值也很高 比较玩手杖的妹子就会喜欢这种皱皱的 皱巴巴的感觉有一种复古的风格 那这个包包下面呢我放的是一个文件档案袋 这个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我大学四年的财富 比如说我的一些学习方面的 还有得奖方面的 还有生活方面的 反正就是比较重要的文件我都会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然后这个我也要随身携带 再来这两个你们应该也都不陌生吧 这两个都是维密的袋子 这个是维密的一个小小的链条包 然后打开里面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可以去放一些卡 然后这边还有几个口袋 你也可以去放文件之类的 这边呢我一般就是把手机丢进去 它可能设计出来的初衷也就是为了放手机吧 我的是那个8P 然后8P放进去也是刚刚好 再来这边就是一个搭扣和一个这样的小口袋 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样小小的 我是觉得它有点长 所以我把它这边给细上了 就会稍微短一点 因为我长得比较矮嘛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我超级喜欢的 所以夏天基本上就是它的出镜率会非常的高 再来这个呢也是维密的 这个我用了有 反正我整个大学都在用 好像有4年吧 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开始用的 就到现在质量也都相当的好 然后简单给你们看一下我里面的东西 首先呢是这个理肤全的温泉水喷雾 这个是我双十一的时候买的它的一个50毫升的赠品 这个我觉得携带还蛮方便的 再来是这个LUNA的遮瑕 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行李的介绍吧 反正我的什么护肤品啊 然后化妆品之类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平时不是对这个就是没有太多研究嘛 所以可能你们会看到跟之前的有许多就是相似的 再来呢是这个KISS ME的睫毛膏 人人一支 再来这个是我之前有在爱用物分享 我也不记得是哪个月了 这一支防晒超级无敌好用 强推给你们 再来是卡妹他们家的腮红 再来是一个KATE的睫毛打底 但是这个我现在都不怎么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 我觉得就擦下来没有以前那个好 我不知道是改版了还是怎么 再来这个是DHC的一个限量的这个唇膏 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用的 这个是一个博主叫小C式补招 他之前送给我的 再来是一个这个欧莱雅的口红 它这个是金色的 金色的就是可以去跟其他的颜色混 你可以混什么人鱼鸡之类的那种 再来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反正是一个泰国的品牌 乔哥他妈妈去泰国玩的时候给我带的 是用来去疤的 因为你们知道我的那个下巴 不是之前磕伤了吗 然后就会擦这个 但是其实我平时不怎么擦 我还挺懒的经常忘记 再来这个是好像是大创的一个眉毛的雨衣 就是你擦完你画完眉毛以后再擦它 它就可以保持一整天的不脱妆 再来也是卡妹的这个修容 这个我一般就是画鼻影的时候用 再来这个是一个无印良品的睫毛夹 这个我也用了很久很久了 再来嘞是这个小粉丸 这个我也是之前在爱用品给你们推荐过 反正我就只要是拉的时候不顺畅 有几天会变秘 我就会吃一个这个 但是大家就知道是要三分毒嘛 还是不要吃的太勤了 好那这一个包包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看这边 再来这边的首先就是我的一些 那个什么电源线之类的 这个是一个硬盘 这个是电脑的 然后这个是相机的充电器 这个也不多讲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 好那先来说这一个 哦这一些全部都是跟刚刚那个放衣服的袋子一整套的 各种大小都有也很实用 这一袋子里面全部都是我的袜子内衣和内裤 然后中间我会就袜子和内裤中间 我会隔一个隔内衣 这一个大袋子里面都是我的一些生活用品 还有什么护肤品之类的 首先这个是跟大家之前在爱用品分享过的 去角质的一个手套 然后好多弹幕就说 啊这不就是北方的搓澡巾吗 但是我没有见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再来这一个呢是我的药 就是我每天会吃的优甲乐的药 因为我有生病 就是需要吃这个抑制治疗 再来是一个老年人最爱必备的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也之前是跟你们在爱用品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是扇模式的 保温效果非常好 虽然到了夏天 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多喝热水 这个是我的电动牙刷的刷头 因为我觉得电动牙刷的刷头 直接放袋子可能不太好保存 还是放在它这个原装的盒子里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是这个TT书 书子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叫MM书 那个书子和这个的功效差不多 使用感也差不多 但那个我寄回去给我妈妈用了 然后这个会比较便携一点 我就拿了这个 接下来的是卸妆 这个是无印良品的 也是一个柚子味的 等一下看这个洗面奶也是柚子味的 这个卸妆一般般嘛 不推荐就无功无过吧 再来这个是你们在我的视频里面 应该看过不下五次的 小灵制药的内衣清洗剂 这个好用不再多说 这个是一个 好像也在爱用品跟大家推荐过的 反正我带的全部都是 我会在爱用品里分享过的东西 因为真的是我自己喜欢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马路村的泡沫洁面 我带它的原因是 我到时候回学校以后 就懒得再去买什么洗手液 它用来洗脸啊 洗手都是可以的 而且泡沫的也很精用 也很方便 再来又是一个这个喷雾 我有两个小样的喷雾 这个我就用来喷身上 再来这个是我的电动牙刷 就是跟那个刷头配套的 是网易严选的 再来这个呢是福利方斯 他们家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也是我新买的 质地是遮力的那一种 反正它也是很好用 很保湿的 我以后有机会再会跟大家 在爱用品分享推荐 如果你们等不到 反正你们看到这支视频 知道它很好用就OK了 再来这个是大宝的眼霜 也不用多说 看过爱用品推荐的 你们都知道的 这个是什么 美宝莲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都快用完了 我就想着拿回学校 到时候直接把它用完 最后一个是这个香水 那个什么 Chloe的肉丝袋香水 我就怕它敞开放什么都会把它弄碎 我就给它套了一个盒子 这个是30毫升的 也会比较方便携带 好那这一袋子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这两个是我的毛巾 粉色是我的浴巾 然后这个棕色是我的干发帽 干发帽也是 好像也给你们推荐过吧 干发帽也是 提升幸福感的一个 非常好的产品 再来说最后这个部分 首先是我的这个洗脸巾 也就是束发巾 就免得头发会弄湿之类的 这个好像是之前买 那个阿福的面膜的时候 他们送的一个赠品 再来是这个叫菲利普 它的直发夹 这个我也是用了有 两三年吧 反正还挺好用的 我买的是mini的型号 我之前在那个 就是关于护发的部分 我有在一个视频里面 专门和大家介绍过 里面也有对它的详细介绍 到时候我会把那个 视频的信息标注在 这个屏幕上面 你们可以去看 下面来这个是 智云的稳定器 我突然发现 智云稳定器的充电器 我还没带 然后等下录完视频再去找一找 这个稳定器 是我平时用手机给你们拍视频那时候用的 也是好多人问 这个我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也会把视频的信息贴在这个屏幕上面 好像叫什么我的视频拍摄流程吧 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我这边都不再赘述 免得这个视频太长太啰嗦 最后这个是我的笔带 手杖而必备的笔带 这个里面的东西超级多 我来看一下 里面首先是一个 Plus的不粘胶的剪刀 再来是无竹的 这个什么胶水笔 再来是一个 梨钢笔 他们合作的一个系列 送了一个钢笔 我还没有用过 昨天刚拿到 再来是一些这个中性笔 UM151你们见过 还有这一支 不知道为什么会散落在我这里 我没有买过的这个中性笔 再来是无竹的美纹笔 很好用 尺子 再来是我的证件罩 这几支这个 三菱的UM151 这几个颜色必备 再来是这个无竹的软毛笔 也是写手杖 我会用到的几个常用颜色 都在年度爱用品跟你们分享过 视频我依然会放在屏幕上面 再来是一个Hobo 它的模板尺 这个也挺好用的 这个我主要是用它这个方格 就是列我的to do list 接下来这个呢 是三菱的高光笔 白色的 这个也是三菱中性笔 这个是笔刀 你们见过很多次的 颜色乌竹的这个笔 再来这个是小云朵的修正带 得力的 还有一个是 国语的点状胶 然后就没有了 你们可以看得到我全部装进去 它还有空余的 这个真的容量超级大 它这几个的设计都是那种很能装的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种整个 那个叫什么 行李装箱的套装 然后最后一个登场的 就是我最爱的手葬本 这个手葬本你们也见过很多次了 那这个手葬本的外皮是本子是多的 里面呢我放的是Sloy的羊皮纸内心 这个内心也是每一次拼贴 准确说是最近几次拼贴都出镜率非常高的 因为这本它剩的已经不多了 然后我就决定把它戴上 后面这些应该差不多足够我用了 我还在这里塞了一个电板 后面是自带尺子的 那这一次的行李差不多就是这一些 其实我带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一次回学校就要去毕业了 其实有一点舍不得我的大学生活 那到时候我还会出关于我的毕业的一些日常 可能会做一个一整个毕业日记的系列 那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啦